美国不信在军统的历史上 公开的数据中 只是在国民党情报局内部档案中有记录 这位神秘的女将军叫江一英 是浙江江山人 江一英聚到高中毕业后 江一英考入了戴利创办的杭州警官学校 行着优异的成绩 进入国民党军统局工作 戴利不光创办了警校 军统局也是他创立的 在用人方面 戴利非常严格 不管好和还是面试 他都亲力亲为 戴利之所以这样做 一方面是要为国民党选拔优秀人才 另一方面也是从中挖掘心腹骨干 什么样的人才是他的心腹人选呢 戴利老家是江山的 军统局中凡是江山人 都会受到他的照顾和重用 像毛人缝等人 杰出于江山 戴利有意培养自己的派系 在一些场合 为了方便谈话 他们亦故意说难懂的江山话 因此那些的他重用的江山人 对他忠心不二 江一英是个怜民人 为了能给戴利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简短的对话中 他亦有意说了几句江山话 这让戴利高兴不已 认为他不光有男人的果断 还有女人的细腻 是困难得的特务材料 戴利拒照 所以江一英出出军统局 就被安排学习电报收发 和破异密电的工作 江一英在这方面很有天赋 没用多长时间就通过了考核 成了一名异电员 在工作上江一英又吃得苦 很钻研 很快就成了众多艺电员中的娇娇者 戴利对江一英的表现非常满意 把他提拔为军统局厦门电台的主任报夺人 有意让他参与密码破译的间谍工作 此后江一英多次真的日军拦进了情报 由于情报如物 国民党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日军很多次都无功而返 江一英也多次因为提供情报及时 受到嘉奖 并升任军统局第四处电台台长 1941年12月初 江一英破译了日本的电台二马 成功的真的日本准备于12月7日 袭击美国珍珠港 获悉这份绝密情报后 江一英迅速上报给戴利 戴利深知事情重大 马上向蒋中正做了汇报 蒋中正想和美国把关系进一步加强 所以得知后 马上让戴利联系美国五角大楼司令部 珍珠港事件 美国人在收到情报后 由于他们一向对中国的情报工作瞧不上 所以他们压根没当回事 甚至还认为这是中国故意挑拨美日两国的关系 由于美国没引起重视 也没有做任何防御措施 结果在12月7日凌晨 美国珍珠港受到日本空军和海军联合舰队的袭击 损失极为惨重 傻了眼的美国人 这才知道中国情报工作有多厉害 美国海军司令部更是找到戴利 希望能成立中美情报合作所 得到蒋介石同意后 戴利出任主任 而美国海军准将梅勒斯则担任副主任 由于中美有了合作关系 美国的特务人员和间谍装备 更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强强联手 无疑让军统局的谍报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打开了中美联合的关系 蒋一营的功劳最大 所以他不但受到戴利嘉奖 就连蒋重政都亲自为他授贤 破格将他从上校升为少将 成为了民国关筒中的第一位女将军 1949年 江一营任职于保密局情报处少将处长 眼看既然解放 作为国民党高层 他一追随蒋重政退往台湾 到台湾后 41岁的江一营脱离了情报部门 惊人介绍 做了一名小学校长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曾旧是个将军 直到他年老退休后 国民党 接予了他优厚的养老待遇 这才给人们揭开他真实的身份 参考史料 军统特务实录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陳迟稳 Во这 achieving 词 ? 吱